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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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助耶穌 我已思念 心中 漫有天為 若是在天 晴天 天主面必更像天白杯 为主能使我心知足 主爱别名不畏 任爱相比永远希望 全在主耶稣内 口所能唱心所能想 任何追思念 总无一样身影难比 我主美名甘甜 我长思想忧伤之人 如何梦处安慰 迷路之人如何救回 不及感残满怀 为主能使我心知足 主爱别名不畏 任爱相比永远喜乐 全在主耶稣内 你若问我寻见救助究竟 有何所得 有何所得 主地恩爱 笔舍难输 深远 你情长寿 为主使我平安赋乐 自由时将来生意 求主使我以你为柔 同情直到勇事为主 能使我心知足 主爱别名无畏 仍爱生命永远息怒 圈在主耶稣内 好 弟兄姊妹早安 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感谢主啊 每一次 神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跟力量 不管过去这个礼拜年发生什么 或未来 今天这个礼拜 你要面对什么 弟兄姊妹 神就是我们的力量 神也是我们的智慧 也是我们的指引 依靠他 你必然得胜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今天一起带此到你面前 我们举目望你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再次尊荣你 我们再次说力量你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神啊 我们拥抱你 我们要你 求你让你的心思 你的情感 你的力量 你的心思 思念 每一个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的反应 让我们的说话 让我们的态度 都是因为是一个有神的反应 有神的态度 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 你的美好的里面 我们宣告 我们今天是蒙福的 我们是大有力量的 你的话语要喂养我们 我们得着你的话 我们就吃了 如同蜜 吃下就比蜜更甘甜 谢谢我们的主 祝福我们 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 四世纪十五章一到十三节 那这一段的故事 我们是讲到这个 参孙呢 那整段的故事呢 其实真的都很不美 但是却记在圣经里面 我们需要了解 那这个故事呢 其实要从十四章那边开始讲起 就这个故事的发生 就是因为参孙 吓到廷拿 在那里看到一个女子 而且是贝利士人的女儿 然后他就跟他的父母说 我要爱她 我要娶她为妻 虽然他的父母 劝勉他说 不孩子 我们犹太族里面 我们有这么多的族内的好女子 你为什么不娶 要娶一个外邦女子呢 但是参孙却不肯 因此就种下了 后面的许多的 这些丑陋 这些伤害 这些 这些负面黑暗的事情 都接着一切发生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彼此的劝勉 有时候呢 当我们坚持 我们任意妄为 我们偏行几路 当神拦住我们 我们却定义 我们却硬心硬的景象要去做 我们一定会吃自己的后果 吃自己的后果 那我也要再讲 贝利士的女子 为什么参生要爱上 喜欢一个贝利士的女子呢 自己本国的女子不好吗 我应该这么讲 或许这个世界 比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 更加的灿烂炫耀 更多的五颜八色 好像在煮里面 吃就是粗茶淡拌 就好像是平淡 弟兄姊妹 或许这就是 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 当我们的眼光 你一直看着世界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个世界充满的诱惑 充满的吸引 外邦的女子 又美丽 又生动 又吸引人 哎呀 在教会的女孩 就是 就比较安静 穿得又比较朴素 从来不会花枝招展 但是弟兄姊妹 这么讲 婚姻要娶一个花枝招展的 还是要娶一个 财德的女子呢 在圣经里面讲的是 美容是虚伏的 而财德的女子 你的丈夫却倚靠她 一生有益而无水 花枝招展 很吸引人 但是她不是你的 她不适合 她不是可以作为 一生陪伴你的 好妻子 财德的女子 我只是做这个比方 弟兄姊妹 你一定要明白 在属灵里面 你要照神的路 今天你眼睛所看见的 是很短暂 神的道是永远长存 神才知道你的明天 神才知道你的 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今天只看到那个长头发 我常常跟年轻人 你不要只爱看那个长头发 风吹来 这个会飘啊飘啊飘的 我告诉你 结了婚就剪掉了 你有看过五十岁以上的 这个姐妹们 或是女士们 还留长头发的吗 没有太麻烦了 长头发只是吸引人的 长头发不管用的 我到以色列 很看到有一些特别的 一个以色列 我觉得他们才是 二十多岁年轻的女孩 你知道吗 他们就戴着一个帽子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头发都剃光了 为什么要剃光 你知道吗 因为头发 对他们来讲 离家养育儿女 是太麻烦的事情 他干脆把头发剪掉 全心全意的养育儿女 所以以色列 不是生一个生两个 三三四个 在街上你可以看到 三个四个 年轻的妈妈 带着三个四个 她的全心的力量 在养育儿女 而不是照顾她的头发 头发能够养孩子吗 不是啊 弟兄姊妹 我不是这个意思说 不可以留长头发漂亮 但是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属灵里里面 带给我们是长远的 不要像禅孙一样 眼睛我们被迷惑 这个钱财也是这样 吸引我们 把我们的生命耗进去 禅孙就是这样 为一个外邦的女子 把她的一生 把她的最宝贵的能力 精力都耗在 那一个女子的身上 毁了她的一生 所以弟兄姊妹 神的道才会引导我们 走在长远的路上 走在平安稳妥的路上 求主帮助我们 故事就是这样啊 她要娶这个廷拿的女子呢 她的父母凹不过了 只好去了 所以就去取 在取的宴席的里面 他们又请了当地的风俗 就请了三十个陪伴的人 就是像我们的伴郎 一样嘛 他们当时有三十个 参生结果就出了一个谜语 然后就说我们来打赌 你如果猜得到 我就给你三十套衣服 你们如果猜不到 你们给我三十套衣服 他们就愿意来打赌了 你知道当时衣服是很贵重的 不像我们现在两百块三百块五百块 一千块可以买到 结果当然他们猜不到 结果这三十个陪伴的人 就逼她的太太 逼她的妻子 逼那个廷拿的女子 一直逼那个廷拿的女子 因为受到威胁了 都只好就去弄参生了 就一直搞搞搞 结果参生了七天 经过这个女人的一个哭啊那些 就丁尾姊妹你知道 我们男人有很大的弱点 参生有外面有最大的力量 里面却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 丁尾姊妹 或许你是很有才华 很有能力 但是你里面是一个脆弱的人 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里面的力量 里面的人是很软弱的 参生就是这样 外面是神勇 是大力士 从来没有人像那 但是他里面的人 却是这样的脆弱 一个女子七天就让她泄露了她心中的秘密 当然她的这个女孩子 就把她的这个秘密 告诉了她的这些陪伴的人 结果当然参生 最后一天谜底揭笑 大家答对了 参生当然知道是她的太太泄露 所以她就非常生气 她哪有三十套衣服呢 她竟然就去杀了三十个人 夺了他们的衣服给她 当然就是很生气的就走了 就走了 然后有个故事就结束 应该你就看到 这个太太 这个要娶的女子根本就不爱你 她随时就可以出卖你 但是参生 你知道吗 一个没有神的人 是思想 智慧是混乱的 丢子没 只要神的话 走到神的里面 会让你有智慧 有启示 有明亮 但是一个没有神的人 一个充满情欲 充满世界的人 他里面的思想判断是混乱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有些人投资 怎么会这样的 明明就不可以投资 明明就会死了 明明就会一定会 这个女人根本就不适合的 一看就知道 可是里面就眼目昏花了一样 里面有一个混乱在里面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 你要回到神的面前 只有神才能够把你带到正确的路径上面去 所以呢 那参生就这样走了 今天故事来咯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参生可能回心转意了 他想说 哎呀 那个情绪过了 他现在今天 事物章第一节 他说过了些日子 到割麦子的时候 参生带着一只山羊膏去看他的妻子 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子 他的岳父不容他进去 第二节说 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 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 你的陪伴就是伴郎 给他的陪伴 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 你可以娶他来代替他 看到吗 这个故事就来了 参生已经想说 我已经办了酒席了 虽然那天我生气 我没有着 我就 我那天等于婚礼还没完 他就先跑掉了 但是过几天以后 他还是我的妻子 没想到 他今天来要认他的妻子 要娶他的妻子 但是没有想到他的丈夫 他的岳父就说 抱歉 我以为你不要了 我就把他给了你的伴郎 我给了伴郎 这下参生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这下好了 这下他说 第三节他说 这回我加害非利式人 不算有罪了 然后参生就做一件事情 他在愤怒底下就做了一件事情 去抓了三百只狐狸 或者三百只野狗 然后在尾巴上绑了火把 就放这些火把 就放这些狐狸跑去 然后他说什么呢 第五节 第五节说 点着的火把 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式人 站着的河架 将把那河捆 为哥的河架 让他干燃源都烧掉了 哇闯了一个大祸 他在愤怒里面 参生这个人里面 这个没有神的时候 充满了一起的混乱和冲动 没有圣灵的节制在他的里面 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在投资上面 或理财上面 或是在购物上面 或是在情绪上面 或是在言语上面 也是没有节制的 就参生一样 他的东西都是一个天然人的反应 天然的 他生气 妻子那天婚礼 就不要就把他抛掉就走了 过了几天 就想要了又来了 今天他看到他的岳父说 他的妻子已经归别人 他又生气了 生气就做一件事情 然后就做一个不顾后 就是没有思考过的一个行动 就去做这件事 然后就把北利式人的河架都烧掉 你知道这个是一件大事 这个不只是他家里 他把个人的事变成家族的事 不但是家族 变成整个社区 他把整个社区里面 别人的左邻右舍 或整个社区 人家的和田 人家的甘人也都烧掉了 那当然了 问题就闹大了 问题就来了 那么第六节 费利式人说 这是谁做的呢 有人说是庭拿人的女婿 参生 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 给了他的陪伴 那费利式人听到这 原来是参生的岳父 他的妻子 他的太太的家人 把我做这个事 那我们抓不到参生 那我们就烧 就竟然做了一件事 这个其实是岳父跟 岳父跟参生 是参生做的 跟岳父跟他的太太有什么关系 所以费利式人 也是充满着残暴 竟然做一件事 就放火烧了他的 他的妇人和他的父亲 也就是把岳父跟他参生的 妻子都烧死了 这个故事 这个《诗诗记》记载 人怎么会是这样 充满着暴力 充满着仇恨 充满着这个伤害 没有神之后 人就是变得这样 那结果呢 接着下去 故事没完 那么参生呢 这下他说 他更生气 你们既然杀了我的妻子 我的岳父 他说 我就要报复你们 你们既然这样行 我也必向你们报仇 哇 弟兄姊妹 一个属神的人 一个爱神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词呢 禅生里面的用语 行动 其实是 里面是一个完全 虽然他是拿戏人 虽然他是犹太人 虽然他所谓禁绷的是耶和华 但是我们看到 禅生里面 是一个没有神的犹太 没有神的犹太人 可以说 今天是没有神的基督徒 有很多基督徒礼拜天 来做礼拜 甚至他也在 今天你也可能 听此 成行时光 但是等到你到了办公室 尤其是 他的说话 他的形式 他的反应 完全是无神的样子 跟没有神的人完全一样 参生不是这样 参生的所有的行动里面 看不到一点有神的样子 基督徒啊 求主怜悯 不要我们信了耶稣 信了五年十年 可是我们的说话 我们的形式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反应 是一个无神的样子 里面是没有节制 没有神的 我们的反应 原从来跟外邦人 跟没有神的人完全一样 充满了血气 充满了报复 他说即是这样 他说啊 第八节 参生就大大击杀他们 连腿带腰都砍断 然后便下到 一潭的潘石穴内 对我们姐妹 这段故事啊 真的很不美啊 无论是参生 岳父 菲利斯人 没有一个是高贵的人 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伤害 我报复你 我杀你 你杀我 没有一件事是高贵的事 从里面看不到美丽 看不到宽容 看不到爱 看不到高贵的情操 只有看到人的暴怒 怒气伤害 而全篇都是这些事 但却是圣经里面的一章 在这样的混乱和败坏中 却是属圣经的一章 弟兄姊妹你知道牧师要说什么吗 你要明白 在这里面看不到一点点的神 里面都是坏人坏事 但是却是圣经的一章 神仍然在其中 人是偏行几路 进行败坏 但神却是很巧妙的 将这些事互相来成就 神要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 以及神对罪恶的审判 请听好了 圣经说连恶人 都是为了邪恶的时代而存在的 你知道吗 神超越一起 用一些甚至一些的坏事 来完成上帝的旨意 譬如 譬如很明显的 出卖约瑟 把约瑟卖作为奴 是哥哥们非常不义的事 是不是 当然是 但是神却透过 用这些 超越这些事 使得约瑟能够到埃及成为宰相 而这些也正像 我读到这里 我真的很感动 耶稣正像耶稣的十字架 弟兄姊妹你要明白 就像耶稣的十字架一样 整个耶稣的十字架是 第一个 出卖耶稣的犹大 而犹大多么 真的想想 他竟然用亲嘴的记号 卖耶稣 真的人真是好坏很邪恶 第二个就是祭司长的邪恶 祭司长一个宗教的领袖 却是道貌暗然 里面充满了粉饰的钱 那个是一个粉饰的坟墓 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 可是他们却是祭司长 祭司 然后宾丁的 罗马宾丁的残忍 你看人的那个定的是 那个残忍 羞辱 那种 对一个伴人 那种没有人性的对待 那里面真的人的丑陋 还有犹太人的无知 这么容易就被煽动 昨天还说要拥挤耶稣做 因为给他们吃了五饼 二鱼给他们吃饱 今天就可以喊他 定他十字架 你就知道人有许多的 太多的物资 还有这些没有正义的政客 彼拉多 竟然明知耶稣没有罪 但是经不起人的 外面的压力 竟然还做一个事 他洗手表明无辜 有这样的呢 这样你洗了手 你就可以无辜 我是一个政客 那当然 还有无情无义的门徒们 当他们老是跟随了三年 在耶稣有难的时候 统统跑光光 弟兄姊妹 我们要承认 这就是人 我们要承认 而我们要告诉你 这些人就是耶稣要救的人 包括我们 而我要讲的是 这些都是坏事坏人 但是神却巧妙地超越 这些坏人坏事 完成了上帝十字架 救赎人类的最大的 伟大的计划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要再说 我们要大声地宣告 洪水泛滥的时候 我们的神仍然做着 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信念 所以弟兄姊妹 让我们今天坚持 不管你遭遇什么 即使幽暗遮盖大地 一切的混乱 一切的外外 看不到一件好人 一件好事 我们相信神仍然在背后做亡 看不见一件好事美事 但是弟兄姊妹 让我们有神的眼光 让我们不是只有看环境 看人 让我们有基督徒一个 有神的眼光 来看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在你的今天 你的家周围 你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弟兄姊妹 我们感谢主 在今天圣经里面 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 让我们有神的眼光 知道神在一切之上 主啊 超越人的失败和软弱 神会在一切的里面 把他导正回到上帝的旨意的里面 愿上帝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你超越一切 超越我们的失败 主啊 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自夸 没有人可以觉得 我们比别人更好 我们比别人善良一点 我们都是在这一群 一起来卖耶稣 定耶稣十字架的那一群人 我们都像四世纪里面的那些人 充满了仇恨暴力 我们也是多么的想要报复人 主啊 我们跟贝利斯人 跟参生是没有两样的 但是感谢你 你救了我们 你来就是为了救我们 改变我们 把我们带进你的美丽 你的良善的里面 谢谢我们的主 祝福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让我们今天有神的眼光 来看今天发生在我一切的事上 我们要说 主啊 我们宣告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得益处 今天每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不管我看得懂看不懂 不管里面看起来都是坏人坏事 但是主啊 你超越一切 让那些一起来 完成你在我身上美好的旨意 我们赞美你 尊荣你 我们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